譚耀文、張健星拍天男主演的新戲 原定去年12月初上映 不過受疫情影響影期一再押後 直到最近戲院重開 三位主角都顯得相當興奮 新片故事以監獄為背景 幾位男士都要以自fit體態上場 在拍攝前嚴格減榜和操機 不過這天缺席首映的張繼聰 就似乎沒有這個煩惱 尤其在過年氣氛上映特別開心 希望可以帶給觀眾更多娛樂 其實大家都為了這個電影 都改變了自己的身形 有些就肥了 有些就瘦了 為了一個完美的畫面 更加完美的畫面 所以我們是會堅持 因為我知道我有一場戲 要和譚哥打的時候要脫衣服 沒辦法落十天裡面 一定要落十五磅 那個位置最辛苦 還有譚哥和阿聰都很疼我們 還有導演編劇 經常都打火鍋 我和Adam就聞一下都開心 最重要大家吃得開心 沒錯 譚耀文早前因為在內地拍劇 和家人分開了四個半月 今個月初才返港 他說拍劇期間非常掛念老婆 和一對子女 中間有一段時間 是少了電話聯絡 那我又開始 個人又開始入戲 變得很忙 開始的思緒 那樣東西 終於就回來了 即過年前回來了 都挺驚訝的 按升降機上去家 走廊 貼滿了一些照片 還有畫了一些畫 I miss you I love you Dad 一開門 就立刻抱著 很甜蜜 很甜蜜 為什麼抱著抱著 不同了 肥了 肥了 肉肥厚了 兩個 真的不行了 爸爸回來 就要幫他們減肥 被問到會不會拍續集 他們就說要視乎今次的票房 希望疫情繼續緩和不反彈 讓觀眾可以順利入場欣賞